手搖飲標榜天然不添加 前員工指控餐濃縮液 官網標榜堅持原型食材 手工熬煮不添加 在台中擁有7家分店的手搖飲料店 有好幾個離職員工 紛紛跳出來向蘋果指控 又添加濃縮汁 那個濃縮汁 我們要裝到公司測定的一個小品具裡面 去再放到前台製作影片 他們提供的影片中 拍到他們店內後方的倉庫裡 一箱箱的不是水果 而是各式各樣的濃縮液 這個香氣很漂亮 香氣很棒 加在飲料很大 然後他們覺得客人會喜歡 他們也有現切的新鮮骨肉 因為骨肉的話味道味道不太夠 X小姐表示 自製果泥成本高還要熬住 當然比不上成本250元的濃縮液 一杯售價35元的蘋果美眉 要加入40至50cc的水果醋 上面很明顯的表示它是蘋果調和醋 他們指控業者未審成本 用便宜原料當現主騙消費者 不僅謀取暴利 有客人質疑都還要幫忙騙公司欺騙消費者 蘋果製店業者並提供畫面確認 店長宣稱沒看過這些濃縮液 不能確定說是從我們的門市裡面拍的 影片的人我不確定他到底是不是做我們的員工 師傅日前貨爆前往稽茶 果然發現濃縮液 令家宣稱拿來做研發用 不過就是這麼巧 蘋果市號告大宇分店購買招牌飲品 結果卻買到 拿一杯葡萄肉冰茶 葡萄肉場常容易學貨 喔 是喔 師傅表示 標榜原型食材卻使用化學濃縮液 可依食安法開罰最高400萬 預示者說口涉廣告不實 依公平交易法可罰2500萬 比方中心 台中報道